花莲间有场抗议的活动 台北商业技术学院的花莲附设进修部 要将设在花莲市区的校区 移到东华大学美伦校区 有部分学生觉得学校没有提前告知 加上交通实在不方便 于是引发了不满 台北校方今天出面协调 但是双方并没有达成共识 有学生扬言要集体休学 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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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一字排开高举抗议海报 抗议学校私自将校区移转 却没有提前告知学生 学生拿出招生简章 上头清楚写着台北商业技术学院 在花莲附设的进修部 校区位在花莲市区 不少学生因为教学方便才选择这里 没想到学校突然就决定 要迁移到美伦校区去 最不能接受就是 整个的处理事情的一个过程里面 是非常重大的缺失的 前面要告知同学吗 完全没有 都没有 就贸然的这样做决定 对对对 他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是 他们在诚信这件事情上面的要求 评估上面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上课 这个设备环境 那也是属于大学级的嘛 那这样我们才有未来在所谓的升格上面才能有机会 对对对立场就是我们会提供 我们这个从火车站一直到我们这个东华的这个美名校区这边 听说一个结果 这个这个协调 还有我们今天是面对面的一个协调 其实今天面对面的一个协调 其实也并没有一个双方面 因为其实从来没有协调 其实从来没有做 只有今天才做协调 也从来没有书面的协调 因为今天闯的话才要协调 这是不合理的 从来没有书面的协调 我们没有看过 双方认知不一 最后没有达成共识 这场校区迁移引发的争议 看来校方可要再多伤脑筋了 民修宇 郑华 华联报导 这场校区迁移引发的